大悲索的制作与功用 作者 滕建波 发布于2018年3月22日 经文 二十 观世音菩萨告犯天言 这部分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告诉大凡天王 怎么样制作大悲索 先送持大悲咒五遍 然后用一段五种颜色的绳子 念二十一遍大悲咒 每念一遍就把绳子打一个结 这样做成的大悲索 挂在脖子上可以避邪 如果你用的不是五根绳子 而是已经编制好的五色绳 那就需要额外再加多一根红色的绳子 用一根五色绳 加一根红色的绳子来做这个大悲索 你念一遍大悲咒 把大悲索打一个结 这个上面就留下了观世音菩萨的手印 这样制作的大悲索就有辟邪的功效 至于功效大小就跟你的修行成正比 比如说你念大悲咒念了三个月 另外一个人念大悲咒念了三十年 你们做的大悲索 功效自然是有差异的 哪五种颜色呢 宣化上人说 可以用以下五种颜色 这样制作的大悲索就可以让你避免五方的魔君骚扰 五方也就是东西南北中 据说普通人做的大悲索有效期 可以管七天左右 随喜功德 谢谢大家